我們要介紹的是Arduino遠端智慧控制法 這是我們專題 我要介紹的是 這是一根瓦斯管線 我們以裡面的線箱去取代瓦斯 因為瓦斯是高可燃性氣體 現在裡面已經放了線箱在裡面 它已經開始產生煙霧 我們用它來取代瓦斯 我們感測器在這邊 然後就是感測器濃度一到 它就是會把裡面的煙霧給吹出去 好瓦斯已經瓦斯氣法已經關掉 而且氣裡面的風 那為什麼我們不往外面吸 因為裡面可能濃度很濃 一往外面吸 它啟動的火花可能會造成火災或氣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那個 自動斷水把水源閥關閉 然後就是會 可以防止說 那個漏水 或者是 一些意外的發生 那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把水往裡面抽 好 其實Arduino已經 倒說水要滿了 能發 水源的地方就會發出紅光 在這邊示範一下開啟 我在這邊示範一下開啟 好 這樣子讓它達成盡力平衡之後 就達成一個 開關 卡住的一個 原理 我接下來介紹太陽能板系統 好我接下來介紹太陽能板系統 它的功用是在地震 或者是颱風天 遇到斷電 然後沒有辦法 正常用 使用家用的110 的電去轉換的時候 然後我們瓦斯氣 我們的瓦斯防制系統 還是要 仍然要創新設計就是在 它的太陽能板 是 磁鐵去 給它做一個 連接的動作 那為什麼要用磁鐵呢 因為太陽能板 它就說太陽能電池 所以它一定會有一個壽命的期限在 那大約是10到20年之間 那可能更換的時候就是 會考量到這一點 那電池 那個磁鐵它有一個功用 就是 它能夠傳導 那 大家一定很不相信說 為什麼它可以導電 那因為它裡面有 蓬跟一些 金屬元素在 那 這邊就是 電錶 那電錶就是現在還沒有 接上去 所以它還是 沒有 伏特素的部分 那 相信就是要 靠大家眼睛去觀察 那 現在把它接上去 好接下來 好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手機 藍牙遙控APP 點開APP 選擇 選擇藍牙裝置清單 選擇連線 好現在已經 和裝置連線上了 首先要介紹的是 緊急水閥開關 緊急瓦斯開關 好伺服器碼台就是會這樣旋轉一圈然後關閉 那個瓦斯的開關法 好 這是一個震動 震動電子 打晃的時候 第13隻腳 會閃爍 會有訊號 會有一個類比的訊號輸出 到達一定正度後 Arduino就會關閉 瓦斯 開關閥 好現在開始模擬地震 開關閉 之後瓦斯 開關就會關下來 那為什麼水閥開關不用關因為 在嚴重地震過後 壓在瓦韌板下的 災民可能需要水源的攻擊 這個 這個是 遠端 遙控 就是用手機利用WiFi去遠端遙控的功能 那現在是利用 遠端的方式去 進入電腦 然後看到的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 瓦斯的一個 就是我們只要按下一個按鈕 然後它就可以被操控 到一半忘記關瓦斯都可以利用這個系統 即時掌握 家裡的一些 安全狀況 在某個 在某個 剛才就在某個 在某個 在某個 轉 在某個 好 在某個 有 在某個 轉 轉 轉